比特洛夫只好立刻投入全部预备队 占据了外围防线 但离核心区域还是八字每一撇 要塞的各门炮台 还在一发又一发的垂向德军 每一发都会带走一些人 德军开始暂停进攻 就地整补 同一天 苏军援兵再次到达 这是来自三四那天 德军再次进攻 眼看那个斯大林堡近在眼前 可总还是差一口气 拿不下 穿过铁丝网准备炸碉堡了 如果拿下这个阵地 通往谢维尔纳亚湾的道路却将畅通无阻 但就在此刻 一轮剑炮呼啸而来 德军遭遇灭顶之灾 同一时间 曼斯坦因得知 大量苏军在东边的菲尔多西亚港登陆 自己后路被抄 但他也只是让助攻的三四军 掉头往克尺方向移动 而让北边主攻的五四军继续猛攻 不管了 说哈喽 嘿嘿 你抄你的后路 我奔我的前程 一直到三十一号早晨 军长汇报 进攻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他才下令停止 德军五十四军彻底打废 这一轮围攻伤亡达到七千七百多人 占总人数的一半 苏军也损失惨重 伤亡一万一千人 被俘六千人 两座三百零五毫米巨炮的炮弹 直接打空 苏联人终于可以喘息一会儿了 而曼斯坦因的麻烦事 才刚刚开始 时间拨回12月初 在莫斯科附近发起冬季反攻 仅仅两天后 慈父下了新的慈父令 营装速果 优势责武 克赤半岛冲一波 解放在我斯图波 我这诗写的怎么样 好诗啊统帅 好诗啊 这又是哪跟哪呢 我介绍一下地理情况 克里米亚这个岛 还真是天生的四战之地 南北通透 除了连接乌克兰的前门 这里还有个后门 就是克赤半岛 连着高加索的塔曼半岛 所谓连着 就是距离比较近 其实还是被海隔开的 后来普京建了克赤大桥 就是最近被炸断的那根 就把它和俄罗斯大陆 彻底连接起来了 当时还没有桥 所以需要登陆作战 这个方案由高加索 方面军参谋长 托尔布辛负责 结果这位同志 策划了一个复杂程度 堪比中途岛的作战计划 7500人兵分六路 在克赤半岛登陆 这是第一批次 后面还有第二批次 12月25号夜里行动开始 但当天天气非常恶劣 狂风暴雨 登陆舰队 由亚苏海舰队的炮舰 运输舰 以及很多民用的拖船 渔船捕金船组成 和德国山寨版的 闪击战异曲同工 苏军这个可以算是 山寨版的诺曼底登陆 以牙还牙